未来的ECC是我觉得未来驾驻中颜值最优雅的车型 甚至没有之余 之前介绍车型的时候 我相信99%以上小伙伴是先看到车上的一个前脸 但是对于这样未来ECC而言 我认为它最好看的角度 其实就在于它的车位 特别是后45度这个角度 是能够很完美的展现它这种Coupé SUV车型的这种线条比例的 而且这个角度也是我个人认为这辆车型最优雅的一个角度 因为对于现在中国汽车市场而言 很多小伙伴都和我一样 看遍了各种形形色色的SUV 总感觉到似乎有些千篇一律 但是对于未来ECC这一类的Coupé SUV而言 我个人真的是能够感受到是有点百看不厌的 另外我个人一直认为 没有尾翼的Coupé SUV它是不完整的 这辆ECC自然而然也会配备这个尾翼 而且它有两档可调的这个模式 在你正常驾驶情况下 它会自己调整这个尾翼的高度 在时速80公里的时候 它会升起第一档 然后在时速170公里的时候 它会升起第二档 不过你也知道 大部分人都开不到第二档那些速度 你可以在中控的屏幕中 手动把它设置为第二档 而且你可以时时刻刻的开启 然后来强调自己这种优雅格的 毕竟对于绝大部分的车主而言 这个尾翼升起来能够提供多少的下压力 其实大家都不会感受到特别明显 但是你想让它什么时候升起来 它就能够升起来 这才是重变 这样ECC不仅仅在尾翼上打开的很优雅 它在充电口的开启方式上 这种小细节方面设计的也很优雅 只需要把手放在这 轻轻一抚摸 你看它就自己电动打开 然后再一抚摸 电动关闭 和保时捷的同款设计 但是对于这种高端的纯电用成型而言的话 这种小细节真的是很能够打动人心 而且它整车风阻系统能够达到0.230 这样一个风阻系统在全球的SAV上中 都能够算到最低的车型之一了 坐进这样YACC的车内 同样也能够感受到这种优雅的氛围 因为在如今这种新能量的时代背景之下 你看惯了那种大彩电 大屏幕带给你这种视觉上的冲击感 之后 你有时候真的会怀念起 之前那种比较简约简单的生活 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 在买了那种冰箱彩电大沙发之后 说句实话 也就是买车那头一两个礼拜比较新鲜 但之后你开车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时候 甚至只会用到中控这块屏幕 负驾屏幕是基本上用不到的 而坐进未来ECC的这些车内 我是能够感觉到那种 简约的这种气质在里面的 能够让你感受到这种比较平静 比较温和的一种居家的氛围 我觉得这似乎是更加适合 我当下的一个状态 而且除了这个整体简约的氛围之外 它在负驾的女王座椅上 也是进行人箱里升级 包括现在的腿拖 也是能够支持这种加热的功能 能够更好地照顾一家人的 这种出行需求 其实对于这样ECC来说 我认为它的优雅 不仅仅只是在它静态展示的时候 它开起来的时候 其实我依旧能够感受到 它这种比较优雅的性格 首先第一点方面 在于它整体的这种动力输入调教 其实是非常的柔和的 因为它整体的性能 是家族最强的车型 没有之一 它最大公里487万 风水扭矩能够达到850 因为百公里加速时间 只需要3.8秒 这么强的一个动力储备 其实不会让你感觉到 比较的恐慌 相反的 其实你在开这样的车的时候 你是能够感受到那种 比较轻松 比较惬意的氛围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虽然说 它的整体的动力输入 是家族中最强的车型 但是它整体的电耗控制水平 其实表现的 我觉得还是挺让我出意料的 因为在这几天 我开这辆车的时候 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如果说用运动模式的话 那它的电耗肯定是在20度以上 但是 如果说我采用自并翼模式 然后把它的加速性能 调整为最弱的那一档 它的电耗甚至能够达到14度以内 这样的一个电耗水平 确实是让我出乎了 对于未来在电耗方面 控制的这个传统的客板印象 也能够证明 未来在这方面 其实是有着自己的 这种比较明显的进步的 而除了电耗的控制水平之外 对于这样的车而言 最重要也是最大一个态度点 那就是什么呢 能够很纠压去换电 未来全新车型都是能够支持换电站的 而且在换电时候 现在是二代站和三代站都已经全面推开了 所以说你在日常行驶的过程中 你才去换电的话 基本上是能够实现全静动换电 而且只需要三到五公共 就能够满电出发 这点是其他这种纯电动品牌 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所在 目前对于未来718这系列车型 都是配备着空前加CBC的功能 而且升级到最新的系统之后 它是增加了舒适通行 也就是它次地动感底潭这个功能 它能够提前记录路面比较凹凸的地方 然后在中控屏幕上 它会显示相关的这种舒适通行的功能 能够让你在经过这些颠簸路面的时候 尽可能保持一个比较舒适的姿态 不过我也知道 有些人会对于这样未来EC7 包括未来旗下的所有车型 在价格方面是有一点小的 这种不同的看法的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这种价格确实对于这样EC7来说 它价格并不算特别便宜 45万8起售 但是咱们从产品力这个角度来看 不管是它的这种设计风格 它的整体的这种内饰的配置水平 包括它整体比较完善的 这种服务产业而言的话 我觉得这个价格 其实基本上是能够对得起 它整体的这种车型的产品力的 而且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 对于这样的车型而言的话 相比较于市面上这种 传统的纯电动品牌车型而言 它是有着自己非常完善的 这个服务产业链的 不管是未来的换电站也好 还是它未来引以为豪的 这种服务提议也好 这些都是其他品牌 所带给你体验不到的这种地方 而这些地方也是能够展现出 这辆车比较优雅的气质所在 而且在前不久 未来也对它的这个Bus方案进行 相对的改革 如果说你买75度电的话 是能够抵后7万元 这个购车的费用吗 而且它整体的月租金 相比较于之前的话 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服务下调 而且它月租金 在你连续使用之后 它也是能够抵扣你 买断这个电池的费用的 甚至它还送你一定程度的 这种免费的换电券 所以综合而言的话 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 现阶段选Bus方案 相比较于之前而言 是有着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 也是能够尽可能降低 咱们购买这样车型的 一个整体的成本 总的来说 我个人真的觉得 乌亚的ECT是50万元这个价位 真的极富有调性的一款SUV 因为它设计上 就不同于传统的SUV造型 采用这种轿跑的设计风格 在车流之中 绝对是让你看一眼就忘不了 其次它在车内的 这种温馨的驾驶座舱 包括的副驾女王坐驾 以及这种性能方面的表现 不管是它的加速性能也好 它的这种空拳加CDC 这种舒适领航的功能也好 都能够让你对这款声音 是做到印象深刻 甚至我个人觉得 是完全可以媲美同价位 甚至更高级别价位的 BBA豪华品牌车型 所以说我个人真的觉得 如果说你预算充足的情况下 想找一场比较有个性的 纯电动SUV 甚至在上面也能够体验到 不同的这种实用的性能的话 那么这样未来ECT 绝对是值得你看的车型